内务分局东湖派出所所长和远警急忙前往昌林路 因为接获民众报案 发现有一名老先生疑似身体状况不佳 体力不支 独自坐在店家的起楼下 理论证明78岁的林老先生一早独自出门散步 但因为体力不支无法返家 东湖派出所所长发现天色灰暗视线不佳 担心林老先生行动不便 返家路途中又发生跌倒等意外风险 因此以免安抚老先生的情绪 以免安排用警用巡逻车到现场 将老先生载送住家才化解一场虚惊 而内务分局暖心的救援 也让老先生的家属十分的感谢 介绍话长报道